大家好,我是杰西卡 我现在在重庆火车站关门 我马上要坐火车去成都 在成都玩两天 我主要是去成都吃吃吃 还有享受成都的夜生活 我现在在重庆开完成都的高铁山 在南美基本没有火车 当然就说不上有高铁 在这一点上 南美比中国差得太多 在以前二十年前 从重庆到成都需要大概十个小时 现在需要两个小时 真的挺棒的 我现在在成都第一家国际青年旅社住 这里是这家青年旅社的屋顶花园 这是青年旅社的公共活动区域 因为旅社的房间都很小 有时甚至是个人几个房间 所以公共活动区域比较大 二楼就是有客住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房间 有一点小 只能睡一睡觉 不能活动呢 但还好有刺激的洗手间 这里 我旅游的时候喜欢在国际青年旅社住 第一 国际青年旅社不贵 第二 国际青年旅社都特别方便 比如说我住的这个成都青年旅社 在全西路旁边 第三 在国际青年旅社 可以交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朋友 在中国也可以认识来自中国各地的朋友 还有每个国际青年旅社都会组织一些活动 比如说这家青年旅社 今天晚上要举办一个包饺子的活动 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我很期待 晚上七点我们准时开始包饺子 参加包饺子活动的人还真是来自世界各地 两个老师来自中国 学生分别来自法国 西班牙 爱尔兰 以色列 中国和哥伦比亚 有一点小联合国的感觉 我们在一起一边包饺子 一边用英语 中文 西班牙语聊天 一会儿大家春都混熟了 特别好玩 我觉得中国的国际青年旅社真不错 一点都不比国外的差 希望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今后在国内 国外背包自由行使多助国际青年旅社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说怪语叫朋友 这是外国人包的饺子和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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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饺子很美味 我不知道 我认识 我认识 这还可以 就是它的馅不是猪肉或者 不是猪肉是蔬菜 但还可以 我只吃一个 因为餐馆里面的更好吃 不能吃外国人包的饺子 不给你们推荐 你不能吃饺子 噢噢 我可以 但是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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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其他老外今后肯定会继续吃饺子 会不会继续包饺子